有一次我遇到度數比較深的客人來配眼鏡 他說因為他自己度數很深 所以不知道該怎麼挑鏡框比較好 嗯 側邊的厚度整個顯露無遺 因為這個是大框又是高度數的關係 歡迎來到On Days台灣 Channel 我是Jacy 我是小娜 我們今天引到來了一個新面孔 我們歡迎小娜 大家好我是小娜 以後也會適不適來這邊串場喔 那小娜呢也是在On Days工作對吧 嗯 對 那你可以說說看你有遇到什麼比較特別的事情嗎 嗯 特別的事情嗎 我想到了 有一次我遇到度數比較深的客人來配眼鏡 他說因為他自己度數很深 所以不知道該怎麼挑鏡框比較好 嗯 度數深的人的確是要慎選鏡框 還有一些特別需要注意的事情喔 嗯 我們今天就來介紹度數很深的人適合的眼鏡吧 首先先來解釋一下很多人好奇 為什麼近視度數深的人戴眼鏡 眼鏡看起來會比較小呢 嗯 簡單來說主要是受到 靈近效應的影響 影響呢會往鏡片 比較薄的地方跑 所以會往內集中 所以今天我們準備了同樣高度數 但不同鏡框的眼鏡 來讓大家知道 適合的眼鏡和不適合的眼鏡的差別 對 那我們就先從不適合的例子來看吧 這樣子 看 晶片的厚度好厚 對啊 那我們可以請小娜來幫我們戴一下嗎 好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下戴起來的感覺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側邊 側邊的厚度整個顯露無遺 因為這個是大框又是高度數的關係 那正面的話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的整個臉型 旁邊的輪廓都是有點扭曲變形的 我覺得這樣子看起來 好像美觀度也不是太好 所以高度數的人 如果選擇這種太大的框的話 看起來變形就會比較明顯 這次我來帶比較適合的例子給大家看 那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旁邊的鏡片的薄度是不是跟剛剛的大框差很多呢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正面 兩邊的臉型輪廓 是不是扭曲感也比較不會那麼嚴重了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啊 簡單來說 當我們選擇比較大的鏡框的時候 你的眼睛就會往圓的中心跑 所以看起來眼睛就會特別小 但是如果我們選擇了比較小的鏡框相較之下 我們的眼睛的比例看起來就會比較適中喔 所以這個效果套用到眼鏡上 就會是明明是同樣的度數 看起來卻有不一樣的差異了 沒錯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來介紹幾種高度數適合的鏡框喔 通常呢有幾個需要比較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我們鏡框的厚度 所以像高度數的人就可以選擇像這樣板料設計的鏡框 這樣一來旁邊的鏡片厚度就可以被包覆住 鏡片看起來就不會太厚喔 你可以挑選比較小的鏡框 厚度看起來就不會比較厚重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鏡框比較小的話 鏡片就會製作得越薄 所以選擇比較小的框的話也會比較適合喔 不過很多高度數的人一定也會想要試戴看看 現在很流行的這種金屬的圓框吧 所以當我們在挑選這種金屬框的時候 切記不要選擇太大的框喔 選這種跟自己的臉型尺寸比較接近的鏡框 這樣相對來說我們的鏡片旁邊看起來就會比較薄一點點 而且臉型兩邊也不會扭曲得太嚴重喔 那要怎麼判斷這個框大不大呢? 原則上每一隻鏡框的鏡腳或中良處都會刻有這隻眼鏡的尺寸喔 那像我手上的這一隻呢 在鏡腳的地方 這個正方形前面的數字就是鏡框兩邊的這個寬度 這一隻的話是49 一般來說只要是小於50的數字都可以算是小框喔 今天說明了很多高度近視選眼鏡需要注意的事項 那高度近視的朋友們 有沒有更了解自己要怎麼選眼鏡的呢? 如果自己選眼鏡不放心 也可以直接詢問門市人員 讓他們給你們專業的建議喔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下次見喔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按讚訂閱分享